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自我沟通 刚刚给大家看的一段视频只是节选 视频中讲到了我们了解自己情绪的方法 就是了解自己和情绪指标之间的关系 分别是爱自己的程度 坦率 沟通 信任 其中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第三点 沟通 提到当自己感到失望时 是用文字表达出来还是内化伤痛 当遇到他人误解时 我们的内心是否会自我教导 而非自我坚持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感到失望 不要急于否定自己 也许只是自我沟通过程中遇到了障碍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自我沟通的几种障碍 第一点 缺乏自我认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当你的朋友遇到一些麻烦事 心情不佳 找你倾诉的时候 你可以从各种方面分析原因 并且开导他 然而一旦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你却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式来开导自己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自我认识也称自我意识 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觉察 包括对自己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认知 老子曾经说过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正确的自我认识是自我沟通的关键 也是扮演好自身角色 实现自我目标的重要前提 常言道 当局者迷 膀胱者清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还很模糊 对于自己也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 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有较大的偏差 正确的认识自我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 难就难在 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因此要形成正确的自我认识 首先必须学会 让自己跳出山 再用客观理性的状态来对自己进行审视 自我沟通的主题与课题都是自己 内因是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 因此 个人的因素是影响自我沟通能力的关键 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待自己及他人的态度 心理素质 自我意识 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等等 通过影响自我沟通的方式方法 自我认知的程度 以及自我完善的技能和自我沟通的效果 从而最终影响到自我沟通能力的高低 感性追求是理性世界中的美丑 理性更关注现实世界中的得失 多数人感性思维大于理性思维 本质上是因为感性是遵从内心的情感 而情感最容易被外界影响 即感性是跟随外界 理性则需要思考 思考是和自己的内心对话 则不容易被外界影响 但思考的过程注定是痛苦的 而人本身是有惰性的 所以多数人选择了较为轻松的一种思维方式 就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很多人把习惯性的思想交给微博知乎等社交软件 看到什么事情 什么舆论 习惯性的拉下来看看评论怎么说 然后被热门评论牵着走 而不是自己去分析 判断事情的性质 自我沟通也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 通常需要独处 禁思 需要对自我认识进行梳理 只有保持头脑冷静 自我沟通才能成效 然而当我们为了工作焦虑 或者处于情感的漩涡 难以摆脱压抑的心理状态时 对外界的正面信息持叛逆心态 就会表现得冲动 急躁 不愿意进行理性思考 另外 由于感性先与理性发生 经常会造成 即便有了理性思考 理性仍会被情感所困扰 甚至理性会被情感所覆盖 所以在进行自我沟通时 我们不但需要用冷静的心态来控制情绪 同时还需要理性意志 助我们一臂之力 第三点 没有人生目标 作为自我沟通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内在驱动力 没有目标是自我沟通的最大障碍 目标的设置是自我沟通 自我激励的重要环节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既没有志向 也没有目标 做一天和尚 状一千钟 得过且过 很难想象 他会对生活和视野充满激情 人生目标实际是由长期目标 中短期目标组成 在人的生活过程中 往往会发生长期目标和中短期目标相冲突的情况 例如某人的长期目标是做某行业的专家 现实中中短期目标却是要先找到工作来养家糊口 但他所能找到的工作 却与长期目标追求的专业不靠标 甚至相去甚远 此时 中短期目标就与长期目标各选一方 两者之间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导致自我沟通障碍 也就成了常人难以避免的事了 此外 当有很多长期目标同时存在时 又因时间条件的限制 无法全面兼顾 必须有所取舍 这时 矛盾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 进而 自我会因此迷茫 自我沟通障碍也将如影随形 没有目标 一生将处于被安排的状态 下次当你在困惑的时候 不妨静下来问问自己 十年后你希望看到自己在做什么 不妨从现在开始 就朝着目标开始做点什么 讲完自我沟通的三大障碍 下面我们来看看相应的对策 首先要有正确的自我定位 总会有人说在工作中 感到自己的成长停滞了 但另一方面又不知道 该如何去争取获得自我成长的机会 只好硬着头皮 顺从领导的安排 做一些自己并不那么喜欢和擅长的事情 事实上 越是压抑自己心中的愿望 矛盾和不满的情绪越是强烈 一方面想留下来 因为在公司待了时间很长 和同事关系磨合的比较好 领导比较宽容 认同公司的文化 另一方面 自己最近几个月都没有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价值感严重缺乏 没有获得认可 自我认同感低 所以在工作中遇到了挫折时 我们最容易产生自我怀疑 为什么一些很重要的工作不交给我去做呢 领导在质疑我的能力吗 我离开了这家公司 就不能找到更适合我的天使 面对同事的质疑 我能够坚决的相信自己吗 这时候 切记人云亦云 请你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只有你自己最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 从而做出符合自己内心的选择 坚定的信念 尽力发挥和争取自己的优势 与别人合作来弥补自己的劣势 而不是逞强 盲目挑战不属于自己的领域 更不是自卑 用自己的短处去和别人的长处比较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的自我定位 那么他很容易去盲目挑战自己处于劣势的领域 这样只会暴露自己的弱点 用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去比拼 结果可想而知 事实上 结果惨烈并不是因为自己技不如人 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清楚的自我认知 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战略去扬长弊短 其次是自我情绪的觉察与调控 能觉察自我情绪并掌握自身情绪 才能在面对各种抉择时妥善处理 自我情绪觉察主要是靠后天有意识的形成的 情绪时常伴随着我们的思维 经历大大小小的变化后 影响着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与方法 但往往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情绪被感觉到时 往往已经积蓄的十分强烈 爆发出来的情绪不仅影响自己 也会影响到他人 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的傲慢 另一方面还需要认识自己的渺小 给自己建立正面的反馈机制 允许自己的失败 不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件事而否定自己 多问问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与态度 知道什么是自己想做的 什么是不想做的 以此挖掘自己为什么开心 为什么失落 进而从根源上控制自己 不做情绪的努力 最后是养成自我反思的好习惯 自我反思是个体对自身知识 意识观念的审视和重构 是对自身过去或当前行为经验 实现活动的反省 在成长的道路上 我们得不断地追问自己下面几个问题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我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我目前所依赖的工作学习方式 真的对我有利吗 我对以上的问题做出的答案 真的是我真实的想法吗 还有更好的答案吗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 所提倡的心智品质 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 所强调的反省式思维 斯坦诺维奇在这就是心理学中 强调的实证研究思维方式 均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反思 理性思考的第一习惯 就是学会自我反思 不断追问自己十万个为什么 也试着去回答那些十万个为什么 人非圣贤 多会存在缺点与不足 自我反省可以作为镜子 照见自己心灵的瑕疵 清醒理性地认识自己 使自己对事物保持正确的判断 好了同学们 本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下节课我们接着学习 自我沟通的艺术 感谢观看